大家好,我是志位中心歡迎您曾林雄 假設是像團團一樣,必須由立委做會、緊急問題 才不會社會上不斷打開 我們可以透過醫學官道,即時將後公開透明的疫情消息 第一,常常在接關職的網站查順 第二,加立接關家關風的內 第三,關心接關職民宿專頁 第四,收看疫情記者會進步 加速你收到臺灣不明的疫情消息 請依照管頂市的官道查順康林 請問五湯黑白轉換 全部有關流行疫情的謠言 或是不齊的消息 最關可以換三百萬塊 疫情期間,感謝有你繼續配合訪業 也請教我們做會打拚 有絕,繼續消息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家新聞,我是林立如 新聞一開始要來看到準備迎接新春道 新北市永和警分局執行春節期間 加強重要節日安全維護工作 以治安平穩,交通順暢,民眾安心為三大工作主軸 守護市民朋友,平安過好年 今流年要到了,家家戶戶營新春 新北市永和警分局維護過年過節安全 正是要開始忙碌的時候 從二月三號二十二點開始 一直到二月十八號零點 為期十五天執行春節 加強重要節日安全維護工作 春節即將來到市場現金的需求大量的增加 資金流通的處鎖 已成為歹徒記憶的目標 本分局特別邀約 要能夠讓市民朋友平安過好年 永和警分局先是召開會議 邀請相關會者、民房單位等等 針對各界需要配合事項一一說明 並且強調以治安平穩、交通順暢 民眾安心為三大工作主軸 民眾過好年就是最重要的工作勤務 本分局在此也呼籲所有的民眾 隨時注意身邊可疑的人事物 如有發現請立即致電本分局 為期十五天加強重要節日安全維護工作 永和警方全力總動員 並且提供多項辨明措施 如有任何情況可聯絡當地派出所 為永和民眾準備一個平安的環境 記者林立如趙世淵清北報導 新冠肺炎疫情依然吃緊 雖然學生放寒假了 但仍會到補習班或是安親班 為要求業者落實戴口罩 採取梅花座、做好防疫工作 新北市長侯友宜視察了補習班 了解業者的配合情況 新冠肺炎疫情升溫 新北市長侯友宜下令限縮寒假活動規模後 安排行程視察補習班 主要是寒假期間學校停課 孩子們都往補習班、安親班聚集在一起 若是這些地方無法做好防疫措施 就怕疫情擴散 補習班來看同學防疫做得如何 那經過實地勘察 最基本的防疫、帶口罩、勤洗手、量體溫 這些都已經做到 而且採實名制 那補習班內部最重要是環境的消毒 以及教室裡面的通風設備 還有採取梅花種 面對看不見的病毒 一切只能嚴正以對 侯友宜強調 安親班或是補習班 都有定防疫工作事項檢核表 不僅是業者自我檢核之外 也納入平日積合重點 再加上健康棄手折、被物資、重消毒、量體溫、 食連治、戴口罩、勤洗手、生病不上課 為學生把關安全的學習環境 我們現在所有的教育局的同仁 到了安親班、補習班 最重要的就是抽檢、防疫有沒有做好 所以從去年的2月1分到現在 我們幾乎只要到補習班 就是以防疫為最重要的抽檢 那目前為止 新北市的不管是安親班、補習班 甚至包括我們的客補班 都有把防疫做到位 另外侯友宜表示 疫情隨時變化中 依照疫情做滾動式調整 不管是學生還是民眾 都必須把口罩戴好 避免出入人多的地方 保護自己也是保護他人 大家平安度過疫情 記者林立如趙世淵新北報導 消防法在2010年修法之後 規定每一個住宅都需要設置火災警報器 提早來偵測火警 降低人員損傷的機會 而在中和部分 30年到50年的老屋是多達9萬多棟 為防範於衛然守護居家安全 中和區山北社區發展協會 聯合國際福倫3481地區中和福美福倫社 中和社等8個福倫社發起了捐贈儀式 捐出了800個住警器以及52個消防面罩 要給消防人員使用 新北市中和區山北社區發展協會 聯合國際福倫3481地區中和福美福倫社 中和社等8個福倫社發起捐贈儀式 地方名代包括立委江永昌 新北市議員張志豪 張維倩等人 參與捐贈800個住宅火警警報器 透過針煙的偵測功能發出警報聲散 提醒住戶及早逃生 就怕台灣發現逃不過住戎之災 第九分區的中和福美社 及我們分區裡面的其他8個社 一起做的一個社區福活動 我們希望透過我們提供的我們的警報器 能讓我們中和裡面的一些老舊公寓 能保住他們的生命和財產 那過年要求我是希望提醒大家 住警器真的不夠 大家一定還要買到 注意身體財產的安全 800個住警器 怕能提高大眾與火災時的存活率 尤其是屋林30到50年左右的五樓以下老屋 並未加裝住警器 如意大火尤其是在睡夢中 極有可能造成重大傷亡以及財產損失 防犯於未然的最好方式 建議居住五樓以下的公寓住宅 應該裝設住警器 謝謝福美里里長陳敬惠 那麼他邀請了福人社 一起來做公益 特別今天福人社是3481地區第九分區 所有的福人社 那麼一起來捐住警器 個人非常感配 那我自己也是福人社的社友 是這個園通福人社 除了感配之外 今天也是這個拋磚引玉 那我們希望在歲末年終之際呢 除了祝大家新年快樂之外 那同時我們也一起響應這樣的活動 另外捐贈物品當中 包括52個防毒面罩 供消防人員使用 讓他們救災時有足夠的工具使用 順利救人達獲 平安完成任務 記者林六詹怡勳新北報導 捷運萬大樹林縣的規劃 原本是直線通過金城公園 但後來並更設計彎入公園內 並且因為距離土城國小的校園過境 引起了居民的擔憂 而後續呢 又因為新北市推動土城行政園區公辦都更案 金城公園又被納入了行政園區內 市府都委會辦理第三次專案會議 居民是組成了土城國小製救會 金城公園綠地保留製救會 舉辦了記者會強調 從捷運變更設計到土城行政園區的變更案 都是漠視居民的意見 並且要求城鄉局要讓住戶代表 往後都能夠參與專案小組的會議 不要這樣講 你的意見 我們委員都在這邊都會聽了 後面我們會納入審議來討論 真的我拜託一下這些委員這些老師 真的好好的為我們土城的未來 還有台灣的未來著想好嗎 針對土城行政園區公辦都更案 新北市都委會在公所內 舉辦第三次專案會議 住戶代表在人民陳情時間進入 終於搶到發言權與政府機關對話 質疑為何包括金城公園在內的綠地 要嚴重被壓縮 區公所土城景分局遷移到公園內 原本的用地 則是開發為樹洞30成的住宅大樓 我請問一下 為什麼你們在做都市規劃的時候 先拿綠地開刀呢 我不知道在學校教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這樣教的 更何況還要彎近校園 緊貼的建築物 每幾分鐘就會有一班列車經過 勢必會嚴重影響老師與台北的身心健康 也會將 時間拉回稍早 居民組成土城國小製救會 京城公園綠地保留製救會 在公所一樓召開記者會強調 捷運萬大樹林縣 舍直曲灣 及行政園區都更案 都在破壞土城國小的校園完整性 以及都市中難得的綠地 郭友宇同學聲稱說他是 要做一個大台北都市長 一個市長 要做第一名的市長 可是他連一個三十年的老公園 都鎖不住的 隆恩年齡的百年 國小年齡的校園都擺不住的 而且都委會召開兩次專案會議 都未通知居民 就連第三次會議 原本的縣地會刊安排 卻突然取消 默示他們關心地方權益 等於是偷渡設計案 強烈要求參與專案會議 為捍衛都市中綠地 和土城國小的上科環境 居民不退讓 公園會議新聞稿表示 去年12月21號 初步同意行政園區計劃案 不納入京城公園範圍 後續以現有機關用地 及公有土地為主 至於民眾關心的萬大樹林捷運縣 以另案在內政部都市計劃委員會中審議 記者林立如新北報導 高齡化社會罹患失智症人口也會跟著增加 到了民國150年 全國失智症人口數 可能會超過百萬 預防失智症的發生 新北市議員張志豪和 新北市的在地業者合作 引進是和老人家玩的數位科技遊戲 再透過數據分析個人的情況 提早預防失智症的發生 並且是由社會局 衛生局等進行評估 希望能夠推廣到新北市的關懷據點 雙人PK打地鼠開始了 到底誰輸誰贏 感覺雙方激戰中 其實這台大人版打地鼠 稱為Misoda樂活認知訓練機 以機台訓練手眼協調能力 增加肌肉量和四肢延展活動能力 新北市議員張志豪表示 先看到桃園市長鄭文燦玩這台機器 可預防及延緩失智 聯絡廠商先引進連城裡 給長輩們試玩 一個人可以玩 最多四個人一起玩 一個人的話 他就是進行到訓練人員的效果 剛剛我聽到有訪律力 有注意力 有寫調理人性力 然後有音樂承受的訓練 那當進入到兩個人玩的時候 他就是娛樂效果 我們就是用 就可以對戰的模式 當然我們自己其實最多可以試而已 類似打地鼠的樂活認知訓練機 還有其他機組統稱為LTPA智慧認知訓練方案 張志豪強調 除了好玩之外 主要是每個長輩透過玩遊戲的背後 都有產生數據紀錄 而這些大數據即能分析個人情況 提早預防失智症發生 另外張志豪邀請社會局及衛生局等單位到場實際體驗 計畫引進各個關懷據點 讓市民朋友遠離失智危機 那AI的智慧的引入 它有很多的大數據可以分析 那大數據分析之下 它可以來判斷 你是不是已經進入到失智的 或者這個未來可能會失冷的這個狀態 可以提早來因應預防 預防發展適緩的 或者是失智的一個非常好的工具 那我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 因為要很多的長輩寓教餘樂 在這邊玩遊戲 玩得很開心 這樣子可以吃飯吃多一點對不對 失能嘛 我們不要失能對不對 我們要很健康的活到老 那我們不要失智 那我們不要這樣子 還有失去 其實我們到 不管我們的年紀到什麼地方 我們都要好朋友 我們都要有人際關係的互動 所以就要走出來 要來參加節目 今天 我們的志豪議員 反而這樣子 以智慧科技做出來的遊戲機台 類似運動版的Switch 老人家來到關懷據點 有伴一起玩 不亦樂乎 張志豪表示 將爭取預算 以租記的方式 尋回各個銀法俱樂部 或是關懷據點 以這些設計 讓長輩有活化大腦和肌肉活動 記錄上傳雲端 再收集大數據 來作為預防失智的提醒 記者林立如新北報導 好的 時序要進入牛年了 新北市鷹哥陶瓷博物館 和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 首次洗手合作 感動牛 兒童季青少年 彩繪陶博特展 上千隻可愛的感動牛 在淘寶館齊聚劇 真的相當熱鬧 感動牛兒童季青少年 彩繪陶博特展 在英格二巧國小陶瓊隊 演奏的你我牽手走過 揭開序幕 希望藉由陶瓊音樂 安撫因疫情造成不安的心 那我想在這邊 我首先也要謝謝學學 我想學學長期在藝術教育的一個投入 我想大家是不是有目共睹 特別也恭喜在去年獲得教育部 今天也有教育部的長官在場 獲得我們藝術教育的一個貢獻獎的團體獎 我想這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那當然在今年的這樣的一個特展裡面 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大家運用在地的文化的一個色彩 其實創作出非常精彩的一個作品 三千隻的一個作品 同時我們還有來自於 藝術家有七件大型的一個創作 淘寶館與長期推動台灣文化色彩教育的 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合作 以陶瓊作為文化載體 鼓勵師生透過社區踏查與色彩採集 探員代表自己家鄉的五個文化色彩 小感動牛素胚原型 是由藝術家莊普所創作 再由北台灣35個學校學生參與彩繪創作 鷹歌二巧國小的創作靈感 是來自鷹歌時的岩石綠 二坑隧道的岩碧河 孫兵廟的銅牛皇 碧龍宮的神龜石河 及鷹歌古早窑的鑽石虹 充分顯示出鷹歌的在地特色 除了上千隻的小感動牛之外 還有多位藝術家所創作的大感動牛 彩繪藝術作品齊聚一堂 吸引牛年與幸福的到來 感動牛兒童暨青少年彩繪陶瓊特展 展覽期間橫跨了農曆年節 十分適合合家大小一同前往陶博館欣賞 並透過系列教育推廣活動 引領大眾及親子學習 並欣賞陶瓷工藝之美 記者沈金華新北採訪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佳新聞的臉書按讚 以及中佳新聞YouTube做訂閱 就能夠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收看 我是林立如 祝您平安喜樂 我們再會了 請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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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訂閱 請訂閱